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关于创造和洪水的故事跟圣经里的故事很相似 圣经是很久以前写的一些书卷的汇集 这些书卷是向我们在世上的人解释 如何跟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建立良好的关系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万有是借着他造的 他创造了宇宙万物 高山和河流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动物 海里的鱼 花草 树木 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 并且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人里面 他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神供应他们 祝福他们 并与他们和睦同住 他们的责任是要顺服神 并照顾神所造的世界 在那个时候 有一棵树 神禁止男人和女人 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但是蛇是非常狡猾的动物 他想要骗男人和女人 违背神的命令 当他们犯罪 神惩罚他们 并把男人和女人 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 因为神是圣洁的 从那一天起 人类就经历死亡 并失去了与神之间 美好的关系 很多年过去了 很多世代的人 来到这个世上 世界也变得更加的邪恶和不公平 正因为如此 神用洪水毁灭全地 但是神怜悯人 所以他选择拯救一个信靠神的家庭 还有每种两只动物 洪水过后 人继续在地上繁衍增多 并分散到全地上 人知道他们不蒙神喜悦 所以他们烧香和献祭 他们也遵循道德的教导 试图让自己显为公义 但是 所有这些都没有用 他们仍旧与神隔离 但是 神爱世人 他赐给人阳光和雨水 使他们的农作物生长 他应许说 将来有一天 他会差遣一个人来打开 恢复与神有美好关系的道路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他的名字就是耶稣 耶稣教导人神的道 他医治病人 并靠着神的大能赶鬼 道完全地顺服神 并且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尽管如此 邪恶的人还是恨他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惩罚他 他成了神赦免人类罪孽的赎罪祭 他死了三天以后 神大有能力地使他从死里复活 耶稣的门徒记录下的这些事情 还有古时候的书卷 就汇集成了圣经 如果我们瑶族人听从耶稣的教导 悔改并相信他 我们就能得到 能与神永远在一起的祝福 我们不需要再献祭 因为耶稣是我们伟大的赎罪祭 神要我们通过分享这个好消息 来祝福所有的家庭 并且教导所有人 耶稣的道 振福所有项目 祝福所有项目